1965年 年仅35岁的沃伦巴菲特收购了一间纺织厂 名叫伯克希尔哈萨维 多年后的今天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早已不再从事纺织业务 而是成为了一家投资全球的投资集团 这家公司业务目前有保险 再保险业务 铁路货运 以及货物分销等相关的产业 那么这家公司在2018年的财富排行榜500强企业当中名列第十位 全球拥有39万名的员工 这样大的一家庞大的公司 其总部就位于我身后的Kiwis Plaza 事实上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仅仅租用了Kiwis Plaza 14层半层的办公区域 据说巴菲特本人的办公区域只有16平方米 里面连一台电脑都没有 更多的只是书籍 报刊和杂志 这样的一间公司的总部仅仅只有25人 除了巴菲特以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芒格以及公司的CFO 更多的是公司的助理 秘书 以及相关的财务人员 这是根据公司的职能精简的原则所设立的 因为巴菲特认为 如果公司总部设立了太多的管理层 领导层的话 这会极大的分散员工的注意力 也正是基于这种职能精简的原则 我们可以看到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总部 只将最核心的职能发挥在这间总部 例如说 撰写公司的年度报告 如何分辈重要的人员的管理 以及公司的财务发展等等 他将一些子业务是合理的分配给了一些子公司的原刀管 因为巴菲特认为 如果原刀管能够合理的使用好他们的职能 合理的运营好公司的话 就放心的交给他们 因此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巨大公司的核心管理层 他的智慧与才华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管理公司时的收放自如